不管怎麼樣子 快也好 慢也好 只要你有在動作 都一定會到 聰明也好 你愚笨也好 你只要實修天天這樣子做 俗能生巧 你硬在心中 永遠這樣子做的話 你一定會成就 所以這個叫做早晚都會成就 不怕慢 只怕你不做 每日一休 做完了 我心就放下了 就安心了 你做久了 你自然得利 本尊也會接近你 越來越做越接近你 你就跟本尊相應了 不用特別法 你就是一般的法 你都可以成就 就算你只修大禮拜 你每天做大禮拜 每天啊 每天做大供養 每天念四歸一咒 每天修懺悔法 你一樣會有成就 你一樣會有成就 有一位巴楚仁波妾 對他的上司非常恭敬 但是巴楚仁波妾修大禮拜法 修了 數萬萬萬萬遍 他對上司鼎禮的時候 上司都站起來跟他回禮 這個上司很厲害啊 他知道巴楚仁波妾已經修了數萬萬萬遍的 這個大禮拜法 功德已經累積得很高了 上司都起來跟他頂禮 你看一個大禮拜法 他就能夠讓上司 起恭敬心跟他互相 他跟他頂禮 跟上司頂禮 上司也回禮給他 那個上司也是很厲害的 那個巴楚仁波妾說 不要正面跟他頂禮 他躲在後面 躲在廟後面 跟著 對著上司的方向跟他頂禮 這個上司都知道 他站起來往後面一轉 也對著 對著這個廟後面的巴楚仁波妾頂禮 隔著牆跟他頂禮 他看得到這個巴楚仁波妾在那裡 巴楚仁波妾跟他的上司頂禮 他上司也站起來對著牆壁頂禮 修行要修到這個 這個就是相應的 單單大禮拜法都可以相應 你只要有恆心 真啊 最重要啦 你不要今天頂禮 明天以後 一個月以後再來 天天都要做的 像師尊我告訴你 師尊天天做的 師尊天天做兩百下的大禮拜 師尊天天做兩百下的大禮拜 你有沒有這個恆心啊 從我開始學法到現在天天做啊 沒有停止過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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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